中国政府在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西藏事务是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长期以来西藏的经济蓬勃发展 社会和谐稳定 文化传统得到保护和弘扬 各族人民包括宗教信仰自由 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在内的各项权力 和自由得到充分保障 国际社会对此有目共睹 众所周知 十四世达赖并不是单纯的宗教人士 而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 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政治流亡者 我们敦促美方 充逢认清涉藏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 切实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 认清达赖集团反华分裂的本质 恪守在涉藏问题上的承诺 停止以任何方式为战独势力 从事反华分裂活动 站台背书